也可以内用 但是算一算有七位县市首长都有疑虑 其中也包含了桃园市嘉义县和高雄市 这三个绿营执政的县市 已经连续三天确诊数低 首长们还是逆时中不开放餐饮内用 而专家认为 其实台湾还存在着有确诊黑数 疫苗覆盖率不够 餐厅开放内用恐怕会造成疫情危爆发 桌面天上黑色胶带区分座位 间隔火锅店车道宝餐厅加急 缴步准备要迎接13号微解封商机 双北餐的业者都在观望 也有台北市饭店绝对先不开放自助餐 避免取具风险 卓中心8号宣布餐厅微解封 一般餐厅必须用个人套餐 分菜后再上菜 自助餐要有专人服务 最重要的是人与人间保持1.5米距离 如果有确诊就必须停业三天 尽管中央定出指引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群聚吃饭将会放在解封最后步骤 新闻市桃园高雄台中宣布 不跟进嘉义县开放夜市但境内用 花莲则是向中央问清楚后再宣布 七件事首长都打脸中央的内用指引 这期现实中摊开近期三天确诊数 桃园市11例 嘉义县高雄市根本零确诊 但三个绿营首长还是决定逆时中 你在黑树很多的情况之下 然后疫苗因为没办法足够的覆盖 那开放餐厅的内用的确是风险很高 即使你有了隔板的时候 开放内用的确是有一点不能承受 台湾疫苗接种率尚未到达解封标准 也有网友认为一旦未解封 疫情会微爆发 难怪绿营首长会打脸中央 不敢开放餐饮内用 记者先知中曹家人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